首先 非常感謝 我是想瞭解說 這個作者他寫這本書 一定有他的影響 那我剛才就是聽到的就是 比較讓我感到很感動 就是那個樹林的文化 那就是說 那是不是想要藉著這個來呼籲說 我們應該去有一個關心 關心那個一些 反映一個社會的一些不公平的現象 然後來呼籲讀者能夠有一個 或是說改革 或是說關心 或是說能夠讓這個社會 因為我所看到的那些小說也好 或是作品也好 都那個作者都有這樣一個影響 那我是比較關心這個 那這個部分 那是不是作者的背景 跟我們講一下 好 謝謝 那作者他本身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宣誓說 寫這本書就是 就是要請大家來 就是他沒有一個明確的宣誓 不過就作者本身 對人事物的觀察入圍和關心 我覺得他是有那種 他的本身人格上 就是會對這些邊緣的小人物 有付出更多的關心 然後他自己除了寫秀場這些 這個主題以外 他自己二戰之後 然後他有寫一些戰爭關於戰爭報道 他也曾經加入戰爭救難的護士工作隊 所以他基本上他這個人是 就是一直很熱情在生活 就是他是積極在生活 就是活在那個檔下 然後他 應該說他比較沒有像我們現在講的是 有消費的狀態 比如說我們利用別人苦難 來去形成一個故事 然後透過別人苦難形成故事 然後變成當自己有名 這也是一個比較沒有這個情形 但是好像也沒有看到有積極的 什麼大的型的反抗 因為當時是城堡 對 他也沒有說就是要鼓吹什麼運動 或所謂女性主義 他其實沒有 他沒有在 在說他跟這些後來或是之前的女性主義 也沒有任何關係 他自己就是他覺得他就是這樣子活 我就這樣子活過來 然後這個我會這樣子活 也是因為我媽媽就是這樣子叫 就是他媽媽給他的影響 給他的一些一些生活觀念 就是假的覺得他就是這樣子做下來 然後像他有人說他是20世紀的那個 George Song George Song是19世紀的法國 我一個女性文學作家 但 但有 但是他 就是說 我們把他稱作20世紀的喬治商 可是他是帶一點 可是克萊特他是帶一點 嗯 放蕩思維的 就是 就是在那個女性主義下面的 他們強調這種的那個 他跟女性主義一點一點關係 他也沒有鼓吹 他也沒有去反駁他們任何一個問題 沒有 他覺得他就是這樣子活下來 他覺得女性 他是透過他的經驗去說 女性要在工作 就職業和金錢 還有自己身為女性的那個狀態下去 去活出來的 謝謝 沒有說 女性主義就一定要女伴男裝 或是做什麼 所有男人都會做 也沒有 你不在講這個 可是他沒有做 可是他直接 直接穿嘛 因為他常常 他常常穿著男裝 在一個社交場合裡面 這個是一個狗類最特別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不知道 他到底是男的還是男的 是男的女裝 還是女的男裝 那一定是他嗎 哦 也是這樣 所以女性主義者才能去選試 選試嗎 以外國人用麥克風